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1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长许正卫 将会在2月20号率团带领包括花莲县政府团队 以及海星国中、华人国中 还有强驻国小三所学校的校长和师生 启程前往美国加州 进行为期八天的城市交流之旅 而县长许正卫也特别在今天 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了行前记者会 现在许正卫即将在2月22号率顺服团队 包含海星中学、华人国中和助长国小 现在许正卫表示 这次受邀参加姐妹师听府市 在2月23号到25号举办的年度盛事 沙茶花节 以及拜访美国加州圣盖博士 以及当地青年进行业务文化交流 正在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让世界看见花莲同时也拓展 本县青年学制的国际视野 更希望高中、国中、国小 透过这样的文化艺术交流 另外因为祝强国小是我们的美女的推动的 新区学校也是重点发展学校 所以也因此希望三级、未来三级 如何跟天谷市、我们的姐妹城市 如何进行怎样的教学上的互交换 或者是师资上的交流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在事前已经开始都在沟通上 以及在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合作工作 今天我们在整个行程团里面 还有相当无论是都市规划 或者是我们消防体系 以及我们的幸福福利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来 会跟我们天谷市的市政府 来做相对应的学习参访的部分 所以我想 虽然是为期九天 但是扣掉搭乘飞机的时间 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真正在母国时间大概只有五个整天 那其他的四天其实都在交通上面 都在飞行上面 所以我想行程上非常非常的紧凑 我也要感谢海星还有华人的校长 还有老师还有同学们 心前其实我们做了一些国际比喻的训练 今天许多表示 透过这次的城市外交资历 不仅能够加强一天不是的友谊 也为花莲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城市形象 和教育文化开启新的篇章 展现花莲积极参与国际交流 资历与城市发展以及创新的决心 期望在参访的旅程当中 获取宝贵的经验和灵感 带回打造更美好的花莲 记得终于黄师不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aven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